我們大部分的台灣人 在罵他的原因 因為他自己的處理太爛了 我希望他可以出來 稍微跟我們道歉一下 同樣是非洲裔 但在台灣發展的藝人杜利 也看不下去 市委秘書長譚德塞 在記者會痛罵台灣 還說自己被種族歧視 杜利認為譚德塞 欠台灣人一個道歉 不過對於部分網友的用詞 他也有話要說 在PPT有寫這個字 黑鬼 當然會讓一個黑鬼人生氣 我自己看到 我就是覺得 誰會這樣子寫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台灣人 根本不會有這種氣勢的 這種字 到底是什麼問題 我說我是台灣人怎樣 在台灣工作17年的 杜利大力讚揚台灣防疫 做得好 甚至現在都還能上班上學 而同樣在台灣打拚的 非洲裔台灣人還有他 義大利 是飲品好嗎 你喝喝吧 20年前的廣告 讓依逢紅到現在 在台灣30年 從綜藝轉做到貿易 對台灣的認同感不言而喻 說到譚德塞炒作種族衝突 依逢認為他根本在模糊焦點 這個時候要綁裝 需要我們這些非洲人的力量來支持他 所以他要利用那種種族歧視 的那種悲情牌 事實上不少非洲裔都把台灣當成自己家 從塞內加爾來台唸書的阿巴西 同時也是大學籃球校隊 雖然膚色不同 但從不覺得台灣人有歧視 看看非洲的朋友來台灣都能順利發展 譚德塞不了解實情 反而拿來炒作種族意識 與其在WHO嗆聲 不如實實在在來台灣 親身體會台灣的友善和溫暖 謝謝黃天昊 陳旭根 台北報導